台湾小百科 台湾人台湾市近在台湾小百科 大家好我是陈慧芳 今天我们要告诉您一句台湾俗言 手咪卖背手规卖供 意思是说便宜的东西不要买 但是不负责任的话也不要乱说 我们请台湾文史专家钟永明老师 进一步阐述这句话更深的意涵 其实这个台语蛮有意思的 它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讲所谓的那种便宜货 你就不要去发钱去买 因为你买了就会觉得是一种浪费 另外所谓的俗话 在台语来讲 其实就是说很轻巧没有分量的一个话 你就尽量少讲 因为少讲这个话你就不会得锐人 其实这个话是从一个物跟一个话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用一种亚印式的一个口气 说出两为式的东西 但是这两个也是我们在为人处事当中 一个很重要要遵循的一个法则 我们也晓得现在出租燃造的这种产品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所谓的请假销售 那他们完全就没有经过品管 没有经过品管它当然可以压低成本 然后就以量来自价这样子 一个大量的一个请销商品 其实今天我们在很多的所谓的房屋市场 所谓的一个便宜市场都可以看到 10块钱就可以买一些所谓的那种货物 其实这样的一个货物它其实是不耐久 这一句话给我们的一个警惕 就是说你发现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那这个一个目的就是说 你至少要有一种物财丑失的一个感觉 你不要认为说这个东西很便宜 那你就去买 那这样子的一个浪费 更容易造成一个就是因为你便宜 你就大量的买 那大量的买 有时候甚至有很多都用不着 那这个浪费就更大了 后期就有很多的这样的 一个在经济上的一种不合理的一个现象就会产生 所以我们总觉得 一句很简单的话 它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神细 其实这样的话 我们有时候听了会觉得是稀松平常 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你会受不到一个物质欲望的一个诱惑 然后你花了钱去买这个你所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说这句话 它前一段讲就是便宜的东西 你就不要花那种代价去犯得而来 那另外后期话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它是说俗话你就不要讲 为什么 因为我们总觉得说 一个人如果很轻易的抛出来一句话的时候 一来可能你会得罪人 二来你可能会贬低自己的一个身价 所以说你在谈吐之间 做一个话语的一个选择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总觉得 一个人开口说话的时候 你尽量就要保持一种格调 这个格调就是说 你说出一种话的时候 这个话能够代表你的一个身份 代表你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范畴 来生事这样的一个原意 你才能以话来服人的 不然你随便讲了一大堆的话 所以说这个话 为什么我们的老子会把它定做叫做俗话 这个就是说 你那个话没有重量 没有分量 那你就容易得罪人了 所以我们总觉得说 一个人在做很多思考方面 其实我们绝对要坚守一种原则 就是俗 其实这个俗它是有一种那种低俗的 不入流的这种俗考 不然有时候会受到很多的一个局俗 所以我们觉得说 那个不入流的这样的一个货式 不入流的这样的一个话语 你最好不要轻易去出手去买 或者出口去讲 听众朋友 台湾俗艳 手密卖背 手为卖供的意思 是告诉我们 粗俗的东西不要随便买 同样的 粗俗的话 不负责任的话 也不要随便说 否则不仅会作践自己 还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等等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情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